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8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同袁大名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Hello,大家好 今天又想請你和我們觀眾分享一下 在臨床上的經驗,如何用同類療法 是幫助朋友有失眠或睡眠的問題 可以用什麼療劑呢? 很多時候在現今社會生活的人 很多時候都遇到這些問題 他們可能會說失眠 或者有時候有一個睡眠的質素問題 其實在兩方面有沒有特別的 醫學上如何界限 因為自己也不知道究竟 我屬於一個,我又不是睡不到 不過可能是無法睡眠的睡眠之間 也未必算是失眠 很多人一般的認知 失眠就是,總之我睡到床 亂來亂去,眼光光兩小時 都還未睡得著 但相對來說,可能有些人不是的 睡到床很快睡了,不過一會兒又醒來 兩者的分別,以及用療劑上 可以怎樣去選擇適當些呢? 當然了,失眠是很常見的 我記得很多年前,我曾經報紙 香港報紙也讀過 香港長期失眠的人有三十多萬 總之當時做了一個統計 已經很久了 其實失眠當然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有些人可能晚上晚上睡覺 一年多晚睡得很晚 然後令人累到死 令到睡眠的習慣破壞了 真面的形式很多 剛才所說的,怎樣界定呢? 其實所有不同形式令到睡眠不好 例如難入睡,入睡後很早醒 或者在中途經常醒 或者自己覺得睡眠不得深入 早上起床就好像沒怎麼睡過 其實什麼原因都好 總之你覺得你醒了之後 人都不是很清醒 都是屬於失眠的 當然了,睡眠的成因 很多時候可能是日間喝很多咖啡因的飲品 濃茶或者咖啡 甚至乎喝酒 都會導致睡眠的問題 很多時候因為有些病患 有些症狀 例如晚上發作的 例如好像哮喘 有些人也是晚上哮喘起來 就會失眠 也當然會和我們精神上的問題 例如感覺很多壓力、焦慮、情緒低落 這些都會是 在女性來說 很多時候在懷孕期間 都容易出現失眠 尤其是在懷孕 臨生的時候 小朋友臨生後 臨生後幾個月 通常會覺得很不安 可能對聲音特別敏感 這些情況 都可以很多時候用一些 鬆弛神經的方法 冥想、放鬆、聽音樂 很多人都會採用這些 當然在同一個療法 也有很多不同的療劑 處理不同形式的失眠 當然長期失眠 會令人出現很多壓力 甚至乎很容易出生病 或者出現意外 失眠不好的人 意外是容易出現的 兩方面 身體方面的壓力 情緒方面的壓力 精神方面的壓力 都會出現這些問題 好了 在同一個療法 其實有很多很多療劑 我們在過去 也處理過不同程度的失眠 不同形式的失眠 很明顯需要用不同形式的療劑 例如我先介紹 烏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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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暴風雨 是一個很劇烈的 很急劇的焦慮 不安 甚至乎很害怕 好像要死 死來臨 這種很強烈的不安 好像暴風雨來臨 這種情況 病人當然會發惡夢 症状反疾 等等 這種很強烈的不安 好像怕得很快要死 這種情況是烏頭型 當然很多老人家都會游 這種烏頭型的失眠 另外一種是 Agentum nitricum 是烏酸硬 烏酸硬的失眠 通常是因為擔心有些事情要做 有些事件要來 譬如最簡單就是 可能要考試 或者可能要interview 他就在那裡擔心擔心 擔心要來臨的事情 這些是導致這種失眠 我們可以想一下 Agentum nitricum 烏酸硬 另外一種療劑 是Asenicum album 我們身上也要生歪 白生歪 通常這種情況的失眠 一是入睡不到 一是晚上一刻 兩點鐘左右 五間就會醒 人通常很不安 睡醒了之後 就要在房間走來走去 很不安 很害怕 這種身體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這種可以考慮 Synicum album 生歪 那種療劑 接著是Baladonna 是癲茄 癲茄 通常是十文仔多用 十文仔第一醒 發惡夢 怕得慘 怕得慘 通常是因為 脑充血 面紅色 脑脹脹脹 很驚恐 發惡夢 十文仔的失眠 可以考慮是癲茄 Baladonna 另外一種 Coffeeaclutum Coffeeaclutum 就是咖啡 大家都可以想到 咖啡喝了很多人 眼光光 脑筋有很多事情想 睡不著 總之 腦袋很活躍 這種情況 很多時候因為喝了咖啡 亦可能因為有些很开心的事件 或者很興奮的事 聽到這些消息後 就睡不著 或者可能要捱咖啡 有些人捱咖啡 死咖死咖啡 可能捱咖啡 喝咖啡 就頂住 這種情況之外 可以想起咖啡 和療法的療劑 即是轉轉反膝 很明顯 另外一種 Nuxvormic Nuxvormic 是馬前子 馬前子 什麼情況之外 會導致他失眠 通常都是工作上的壓力 很多事情要做 或者可能要溫習 馬前子的人 性格本來 都是很好性 做事很搏殺 因為他要工作 所以喝很多刺激品 可能是咖啡、酒之類 通常是馬前子的人 性格上很容易吻陣 很容易罵人 可能睡不著 还会發脾氣 這種性格的人 会出現馬前子型的失眠 另外一種療劑是Jalcemium supervarian 這是黃素卿 黃素卿的失眠 很多時候因為有些很緊張 令到他很不安、很緊張 導致他很累 因為要經常想事情 很多事情要處理 導致他疲累到死 打哭爐 但他的脑子雖然很累 但始終他睡不著 黃素卿也是因為聽到一些不好的消息 或壞消息 導致他期望性的焦慮 導致他睡不著 他人都瘋瘋瘋瘋瘋 他人很重重 眼睛是累得好 但都睡不著 另外一種失眠療劑是Kelman Miller Kelman Miller是羊金谷 羊金谷的情況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伴有發惡夢 眼睛半開、很焦慮 亦可能他們睡不著 因為身體不舒服 有些事情痛 令他們很不舒服 因而睡不著 另外一個情況症狀 可以看到 羊金谷的阵形 很多時候會看到 一邊面珠是紅 一邊不紅 睡覺可能是深淫 很敏陣 羊金谷很敏陣 你叫一下他 他就發生惡 另一種療劑 就是修佛的硫磺 硫磺的硫磺 硫磺的硫磺是整體性的 也是一個 喜歡想事情 哲學的硫磺 硫磺 硫磺磺磺 導致他對聲音很敏感 經常覺得聲音 令他睡不著 而硫磺磺的人 晚上睡不著 睡得一般 日後是黑眼睡 流氓中是骯髒 骯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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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 cannibus indica 印度大麻 通常用一些很頑固的 很長久很頑固 搞來搞去都無法治療的失眠 OK 通常印度大麻 亦都會令到一些人 好像進入一個很平安 很平靜的心碎狀態 可以令到一些人的神經痛 或者緊張的情緒 舒緩到的 如果遇到一些很深沉的很嚴重 可以想到印度大麻 但當然大麻本身在香港是非法的 當然在很多其他國家 美國、加拿大、歐洲 很多國家 已經慢慢合法 其實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不好的政策 以為是縱容他 要講個人自由 讓人可以吸大麻 其實不是的 大麻本身有很多醫療的效果 所以很多時候因為這些好的醫療效果 也不是太大傷害 所以很多國家都採取政策上改了它 接著是另外一種 Passive Flora in Canada 叫做Passion Flower 熱情花 通常都是因為工作 身邊因為工作的過渡 腦袋經常擔心 甚至乎會導致他人有抽筋 或者晚上咳嗽的情況出現 通常 Passive Flora in Canada 這個熱情花 一般的西草藥是主要成分 遇到一些幫助人減低 安定情緒 幫助人睡覺 你會看到這個草藥 叫做Passion Flower 要给小朋友瘦小孩 或者年紀大 也遇到很正常 接著是Ambroglisier 这个是龍檐香 即是瓶鱼里面的一些分泌物 通常是幫助一些失眠 因为工作上的问题和担心 其中的症状病人上床时很疲惯 但很快就醒了 这个龙檐香有些特别认为瘦瘦的人 很紧张的或者很多话说的男人 这种疗剂的病人通常对生命已经没有热习 可能会觉得很冰难 因为紧张的情绪会觉得很寒冬 这是龙檐香Ambragisia的实验作用 接着另外一种是Lycopodium clavidum石虫 食虫型的通常都是失眠 晚上4点就会醒醒 醒醒后就睡不醒 主要是脑子太容易塌 Lycopodium是一个很常用的疗剂 另外一个是Valeriana officinalis 我们的结草也是一个草药 也是一种常用的安神和帮助睡眠的草药 结草的其中一些症状 你的身体觉得很痕 也可能四次睡觉的时候 入睡的时候突然有抽搐的感觉 当然也会出现发恶梦 不开心的梦 这也是Valeriana officinalis 是结草的症状之一 你可以看到 其实失眠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疗法里面也有很多好的疗剂 对付不同形状和不同情况之下的失眠 谢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刚才提过 失眠已经在都市上 常常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要好好及时处理它 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之后 才找办法处理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可以把所有的压力 有些东西放松下去的时候 也未必做至于 要去到晚上 尽陨化 真的睡不到的时候 但刚才也有提过 很多原因 我们也可以慢慢拆解 找到适合的方法 去改善睡眠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时也希望 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 家中常备了一些疗剂 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便可以及早处理 不需要等到 错过了治疗黄金时间的情况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查询今天所说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